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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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還不錯 剩下大概一個禮拜左右時間 就要封關了 那到底接下來這個盤 會怎麼走 那我們現在怎麼去做操作 好吧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式 今天整個指數表現還不錯 那最高漲104點 目前大概漲了90點左右 那整個指數到這個時間點 只要稍微群持股有點撐 指數應該也不至於 讓我們看到什麼太壞的表現 但問題是 發生在哪裡 成交量 監獄股到收盤的成交量 頂多2200 頂多2200 那你在試想今天禮拜一 到下個禮拜一就封關 所以未來這幾天的時間裡面 亮縮是正常的 亮縮是常態的 可是當你在亮縮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於很多個股而言 那個空間就不大了 所以接下來這個盤 現在重點在哪裡 你看今天29號 2月5號封關 對不對 所以只剩下最後這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 然後台北股市走到這裡的時候 你會發現台股表現還不錯 全值股稍微撐一撐 算是亮縮 可是指數也不至於讓我們看到什麼 什麼明顯的大跌沒有 那這地方可能就是維持在一個 區間震盪的盤局裡面 可是現階段這個操作要怎麼做 快過年要怎麼做 所以我這幾天給大家的一個觀念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就說 因為今天29號了 5號封關 那你現在要看的是 這個地方該不該積極操作 因為接下來2月15號 新春開紅盤之後 整個指數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它會不會是攻擊盤 是不是 如果說它是攻擊盤的話 那當然這地方你趕快買啊 那如果不是攻擊盤 甚至於它又開始走震盪的話 我的看法是 要拼也不需要在這個時間點拼吧 是吧 因為都亮縮嘛對不對 好 那這個盤要怎麼解 你來看 上個禮拜四我就說了 2月走勢啊 決定年前的操作策略 那2月到底它會怎麼去走 尤其以美股的表現來看 其實現在美股指數幾乎都已經 創歷史新高了 那是不是創歷史新高 繼續再往上攻 那是2月上面 然後2月的重點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怎麼看 來仔細看了 禮拜五的時候啊 美國有公佈一個 個人消費支出 PCE指數 這個PCE指數呢 是聯準會蠻重視的一個指數了 那這個指數呢 是12月的核心PCE指數 年增2.9% 優於市場預期 我們看已經降到3喔 所以呢美國通膨降溫嘛 對不對 各位你仔細看 看起來美國通膨 如果以PCE指數來看 它是降溫 可是呢 我們從美股的表現來看 你看喔 這高科技股 這稻窮 這是S&P500 這費半 那當然費半 因為Intel跌了快12%嘛 所以它受到影響 對不對 那可是其他 還不至於受到影響 可是呢 你PCE公佈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到啊 怎麼搞的 都留上影線了 有沒有 都留上影線嘛 是不是 好 那到底美股會怎麼去走 好 我們就注意看了 我就說嘛 通膨降溫嘛 那現在數字是12月的通膨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到美股沒有大漲 照理說依照過去歷史來看 哇 你通膨都降下來了 美國股市應該要大漲 禮拜五沒有 對吧 而不止那個股市沒有啊 你再仔細看喔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呢 它也沒有大跌啊 它現在過了僅限之後呢 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嘛 是吧 禮拜五的時候呢 它漲0.4%嘛 收在414 維持區間啊 沒有大跌 那我們之前有跟他說嘛 股市要怎麼樣才能夠大漲 一定是公債殖利率跌下來 那這樣公債殖利率有沒有跌 沒有跌啊 奇怪通膨減啊 奇怪怎麼沒有跌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喔 你再仔細看美元 美元也沒跌啊 是不是 美元最近反彈到年限跟季限之後 它也沒有大跌啊 那這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對啊 依照過去歷史來看啊 你通膨降溫的話 那通常你公債殖利率是要跌啊 那美股呢 這地方要往上衝啊 可是呢 禮拜五我們所看到的數字 奇怪怎麼好了 跟以往都不太一樣 對吧 好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來仔細看啊 其實這些都是有原因的啦 那我們的講法會跟其他老師不一樣 我也不是在每天跟你歌功送奴 今天說今天漲什麼股票啦 沒有用啦 真的啊 這段期間裡面 我這麼說啦 這段期間裡面 只要漲上來都有人跟你講 哇你看這股票好強 可是到現在為止呢 你注意看嘛 漲的時候都有人講啊 那你追不追 追不追 現在跌下來 你追不追 所以個股也是一樣啊 漲上去都有人跟你講 哇你看這要創新高啦 結果又跌下來 要不要追啊 你看年電也是一樣嘛 漲那一根啊 哇看起來好像脫離盤局 有機會往上攻 好你去買看看嘛 結果呢現在又跌下來 是不是 很多啊 都是這樣子啊 漲漲之後就跌下來啊 你看這些高價股 漲個兩天之後呢 現在都跌下來啊 有些個股都這樣子啊 漲上去之後呢都跌下來嘛 那我就跟他講嘛 這段期間你覺得 有必要在這裡跟他拼生死嗎 好你可能稍微思考一下啦 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 股市的多空 其實都跟國際股市有關 那你國際股市呢 這地方的多空 都跟國際金融有關 那美股在這個時間點呢 沒有什麼動 沒有大漲啊 因為通膜看起來有降溫 可是沒有大漲啊 原因在哪裡 現在三月份啊 到底降不降息這個問題啊 現在市場 已經慢慢有點消退的狀況 因為原本接近有80%左右的數字 認為說啊這一定會降息 現在已經降到50%以下 所以我預計這幾天的美股 應該都還在走區間 因為他們在等什麼 等2月1號 聯準會有會議啊 然後呢這次不會降息了 2月1號不會降息啊 可是啊那看啊 你會後的記者會 你到底對於今年的降息 你會怎麼說嘛 是不是 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聯準會沒有一個 比較稍微一點 類似像說啊 三月是有機會的話 我跟大家講啊 這股市還有得瞧啊 因為你後面啊 會拖到什麼 5到6月份啊 再看有沒有機會降息嘛 那我就說啊 這地方最起碼都要有 三個月的時間啊 是不是 所以你有把握說 3月一定降息嗎 我說實話 到目前為止 你也沒有辦法看到數字說 確定 所以呢 美股昨天PC指數公布 公布出來之後下降 結果呢 到現在為止啊 到窮算還比較強一點 有創 說禮拜五有創新高嘛 但科技股呢 就開始維持區間了嘛 是不是 废拜呢 當然是因為 英特爾的關係嘛 就維持區間嘛 上禮拜就跟大家講過啦 美股這波已經在我們 在放假之前先漲上來 所以呢 後面的乖離開始擴大 所以接下來 它是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 那現在都還是多頭 那重點是 在這個區間裡面等到 我們2月15號新春開盤之後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它這個區間 只是整理呢 還是說這個區間啊 它會有破月線的壓力 有沒有 現在在那邊跟你走區間嘛 現在在那邊跟你走區間嘛 那區間完之後呢 那到底是要大漲還是大底 各位 這就是我目前在看這個盤的關鍵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去看 我們來注意看 我上禮拜五有跟各位講過了 2月要提防 通膨會不會再起 所謂通膨再起 就是說 通膨它會不會出現反彈 它會不會出現反彈 那為什麼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言論呢 好那各位 你注意看啊 2月13號這一天啊 要公佈CPI嘛 26號公佈PCE嘛 PCE有降啊 可是你股市沒有繼續大漲啊 你公貸殖利也沒有大跌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2月1號這一天啊 聯準會沒有給我們一個 比較稍微明確的說 3月有機會的話 那就要拖到五六月份嘛 那你拖到五六月份的時候 接下來就去看什麼 那你這個通膨到底 接下來是漲還是跌嗎 如果說你通膨接下來 看到的數字是降了很多 我跟你講啊 搞不好3月又有機會啊 所以呢 還是要去看整個通膨的數字嘛 好 禮拜五的時候我有跟各位講過啊 為什麼我說2月要提防通膨 會不會再起 通膨會不會出現反彈 原因在哪裡 看油價嘛 禮拜五那天的時候 我跟他說過 我說 油價你會發現到啊 他現在創12月以來的新高嘛 那天漲2.9%嘛 是不是 好像已經開始慢慢有反彈的那種 訊號出現了嘛 那我禮拜五跟他說啊 接下來我們要注意什麼 欸他現在啊已經來到 12月份以來的新高 那接下來會不會 又突破11月份以來的新高 所以那時候呢 我禮拜五跟他講 有個數字叫83嘛 對不對 如果說你連83都站上去的話 那代表說你連11月份的高點 都已經突破了 是吧 結果禮拜五突破了 你看啊 禮拜五的時候他漲1.3% 他現在不只突破12月的高點 他現在不只突破12月的高點 他現在連11月份的景限 也站上去了 現在數字來了多少 83.5嘛 83.5嘛 對不對 禮拜我跟他講 83我認為那個數字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說年11月份的 的那個景限都突破上去的話 接下來你就要注意什麼 你像喔 現在1月29號喔 等到2月份公佈的時候 是1月份的數字嘛 對不對 如果說你這兩天 又沒有辦法跌下來 反而這個地方啊 如果說以20日的均線的角度來看 他現在開始慢慢上升啊 這樣來到786嘛 12月份的時候均價在77.5嘛 是不是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啊 12月份應該是 這一大段以來 那個油價最低的時刻 可是那個油價最低的時刻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啊 12月份的CPI 是超出預期啊 年增3.4%啊 你現在看到的12月的PCE是下降啊 對不對 可是你去試想啊 如果說這個均價 他開始慢慢提升 他現在786嘛 他已經越過了12月份的77.5嘛 如果說是這兩天都跌不下來 你那個月均線慢慢上升的話 他有機會逼近到11月份的80.4啊 這到底通膨是降還是不降 我有這個疑問啊 好 我有這個疑問啊 所以這種盤到這個時間點 我就說我們現在預防啊 2月中之後 2月中之後 這個盤是不是一定大漲 那會不會一定大漲 你就要去看什麼 美股能不能繼續往上攻啊 那你現在美股能不能繼續往上攻的 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公債殖利率大跌 可是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看到公債殖利率跌啊 對不對 連美元也沒有跌下來啊 如果說通膨稍微有點點反彈的話 那美元不就還有機會反彈的空間 是不是 如果說有這個反彈空間的話 我跟你講那個資金還是會外移 那資金還是會外移啊 所以如果說你3月份沒有辦法降息 你等到5月份到6月份 我跟你講後面還有一段時間 他在那邊跟你震盪啊 所以我就跟他說過啊 這盤你現在要怎麼做 有必要在農曆年前這一段 然後呢看到每天 一堆老師每天都跟你講啊 這裡大賺 這裡你要趕快買 這裡有標股 有必要去拼嗎 老實說啦 我知道有些投資朋友的心態是這樣啦 這裡你不叫我買股票 這裡我沒有股票 我心裡會不舒服啊 可是我問你啊 你股票套牢你會不舒服嗎 是哪一個比較不舒服 是股票套牢比較不舒服 還是沒有買股票比較不舒服 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每個老師都叫我買啊 每個老師都說有標股啊 奇怪啦 老師你為什麼說這個時間點 你就稍微等一下 不需要在農曆年前這段跟他拼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看嘛 你通膨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持續降溫 沒有辦法降溫的話 你接下來後面啊 還有的震盪耶 震盪你後面還有的震盪啊 所以你把錢用在正確的時間 比較準確的時間進場 你會不會覺得比較好 很多東西你稍微思考一下啊 但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啦 盤走到這個時間點 指數再走高啊 可到目前為止 高低位階多空分歧非常嚴重啊 你注意看嘛 剛剛我們就說了 漲的時候一堆老師跟你講趕快買 買了就這樣子 到現在為止呢 很多個股啊 真的是跌翻天啊 還記得去年4月份那時候漲軍工股嗎 我那時候跟他講過內部人交易嘛 這個東西你後面去追的 你最起碼套半年以上 那股價都快創新低了 是不是 現在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如果把它還原全值嘛 你會發現到啊 股價上面都已經套牢一堆了 是不是 你看在等解套啊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你看這都不是小股票喔 很多個股呢 從高點現在都已經出現滑落了嘛 是吧 很多股票都這樣子啊 都已經跌一段啊 結果你看那個融資一直增加 在幹嘛 拆底部啊 不買會融資斷頭啊 所以每天都在拆 搞不好哪天真的拆對啊 好問題是拆對稍微談一下 你上面都在等幾套 結果呢上面還是一樣啊 一堆整個在賣啊 是不是 那這些個股市場都已經跌一大段啊 真的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你看那陽智 都已經跌一大段啊 那這些股票都沒有人叫你買嗎 你看那台啊 真的啊 創破端低點啊 這些都不是小股票 問題是這些個股已經沒有人在講了嘛 不可能有人講啊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過啊 你像看到很多老師每天都跟你講 你看我這個股票大家賺 我跟你講啦 私底下那個停損套牢的 比你賺的還要來得多了 這就沒有意義了嘛 是吧 所以呢反而接下來你要注意什麼 如果未來的盤勢 還是比較偏區間在走震盪的話 還在走震盪的話 我跟大家說喔 有些個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最近有些個股 就是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 不能再破線了 你看喔 這些股票也是一樣嘛 你不能再破了 而且你現在是在量縮的背景之下 雖然有全值股稍微撐盤 可是有些需要大量的股票 如果說沒有買盤的話 你要提防它破緊線了 你看那衛生 有沒有 不能再破了 如果再破破半年線的話 我跟你講 有些個股真的會走修正喔 你看我剛剛也是一樣啊 不能再破喔 如果連半年線都破的話 我跟你講後面有些個股 真的是要走修正 所以呢這種盤勢 我們之前就有跟大家講過啦 沒有必要在這個 最後這一兩個禮拜 然後快過年了 你在那邊跟他拼生死 拼什麼拼 那都是你的錢啊 你希望每個老師每天帶你去拼嗎 不需要吧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咧 一月初的時候也跟他講 你逢高獲利調節一下嘛 是不是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過啦 建好就收啊 高點的時候呢 有些個股有高點的時候 我說叫你賣你就先賣嘛 你賣掉之後呢 你現在多保留點現金 再等什麼 等農曆年後 我們再進展去做啊 不能說啊你每天不買股票 你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我剛剛就說啦 是不買股票比較難過 還是股票套牢比較難過 你想一下 好 因為可能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 那 或許我們今天操作的不是你要的 可是我跟大家說過 我要給你的是 富貴穩中求 穩穩當當的做嘛 對吧 所以呢你會發現啊 其實很多個股我們之前 高點賣掉之後 你會發現哇怎麼搞的 到現在為止 有些股票真的都沒高點 舉個例子來說 你看這些股票 當初低檔買的時候 高點我都有叫你賣嘛 對不對 我那時候拿call訊給你看過啦 結果到現在為止你會發現啊 那股價差一點點 又快創破斷低點了 每次低檔你不買 拉高你再來追 到現在為止全部都在等解套 這些個股都一樣啊 低檔買完拉高我們都賣了 你看能夠讓你賺破斷的 我們就讓你賺一段了 是不是 到現在為止呢 都在等解套喔 你看是呀 這裡叫你買的 是沒有跌啦 當問題是你後面進檔去買 你就能不能跟它維持區間啊 維持區間你能夠賺多少 搞不好一個破線 月線已經破的話 上面就套牢籌去啊 所以我說怎麼樣低買高賣嘛 這樣的操作模式 對你才能夠有幫助啊 好 那在這段期間裡面我們就說 因為你現在快過年了嘛 那接下來現在量縮就成為一個常態 那到整個2月中之後 到底這個盤是真的走攻擊嗎 我今天測標寫啊 2月通膨它是一個變數 因為你油價已經起來了 那接下來呢公布的CPI 如果說這地方 因為你整個1月份去公布 12月份的CPI 它已經沒有什麼在跌了 那你現在油價起來 是不是等到2月13號 去公布1月份的CPI 它一定就頂 看不出來 陳總現在在這裡看不出來 那與其看不出來 搞不好通膨還有反彈的那個 機會一出現的話 那我還是接你啊 先以防守為主 所以我們最近的操作裡面 我有跟他講啊 我去抓生技股 因為我要先防守 是不是 那這些生技股呢 我們也不是叫你追啊 你看嘛 低檔買完嘛 就算有震盪 你成本低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是不是 當初跟你講過4123 的陳德嘛 下一檔終於 你會發現啊 這些個股不是有先動起來嗎 是不是 之前也是一樣啊 低檔買完之後 是不是有先動起來 所以呢 3G的個股在盤市所震盪的時候 我預計啊 慢慢那個量會補進來 當它一補進來的時候 老實講生技要動很快 只是說到這個時間點 你怎麼樣把你的資金守住 不要等到農曆過年之後呢 如果說出現震盪的話 一堆股票等到高點 然後呢在那邊等解套 啊今年一整年 你要花很多時間在等解套啊 我說對你沒有什麼幫助 好不好 因為這個時間點是比較特殊啦 好那我的做法也跟其他老師不一樣 那當然可能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你會想說啊 老師不行我還是要買 好你就去買看看嘛 沒有量啊 沒有量啊 潛水無大雨啊 這句話應該聽過嘛 是不是 所以我還是提醒你喔 如果說到這個禮拜 到快過年之前 你現在持股是一堆的 那到底該不該 全部報股過年 那到底這個地方 個股該怎麼去看 那我建議你啦 反正你老師每天都是叫你買 你一定都是每天都報啊 那問題是錢都是在你身上啊 你會擔心嘛對不對 那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那你再打電話進來問 好不好 那我也沒有專案啦 我們那個專案 最優惠的專案 上個禮拜就結束啦 所以呢我要帶給你的 就是富貴文中求 那你持股上面 不知道該不該報股過年的 你再打電話進來問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運用你的資金累積財富 一年僅此一檔 請把握最優惠的時刻 入會專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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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搭頭部蕭老師 年度會員 一年一度最大優惠 比照救會員續約 勿超所值 專人服務 依你的資金量身定做 掌握多空轉折 有效運用你的資金累積財富 一年僅此一檔 請把握最優惠的時刻 入會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好 歡迎回到現場 那剩下最後一個禮拜 就要封關了 那這段期間裡面就是量說 量都一定會有說 雖然對很多個股 你說這地方一路走攻擊 我覺得對於一些比較 需要大量的股票會比較不利 那我們最近有跟各位講過 接下來我們去思考的是 2月中之後的走勢了 所以你要預防 2月後不會通膨又出現反彈 那最主要原因是油價 它現在已經創 11月以來的新高 如果說稍微有反彈的話 可能後面震盪還會加劇 所以持股部分 你不知道該不該報股過年 這地方你不知道怎麼做的 沒關係 你打電話進來 到時候我再幫你看 好不好 我要帶給你的是富貴穩中求 認同我們的歡迎你 再來電作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我們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